《英雄》 是无所畏惧的勇士 在每一个战场 都能创造奇迹 如果今天你还在 眼前的一切 应是你当初的期待 我是闪亮的坐标 讲演人王晋松 同类 今天我们要讲演的英雄是 方志明 方志明 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 敏浙干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 与毛泽东澎湃 一起被公认为 农民运动大王 他以创造的精神 创建了苏维埃模范省 他是红色经济先行者 先后给党中央 输送了一千多两黄金 和数以万计的银元 他是清贫的革命领袖 被捕的时候 身上只有一块怀表 和一支钢笔 他是为革命奉献一切的 民族英雄 反围剿斗争中 他将亲手创建的红石军 调往了中央苏区 1934年 方之敏率军北上 牵制敌人兵力 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他始终忠贞不屈 并写下可爱的中国 清贫等不朽篇章 英勇旧义史 年仅36岁 我觉着他是一个英雄 最让我尊敬的是他 对理想的这种不屑的推荐 他是一个革命的理想 他爱的中国是 他在狱中的绝对 这篇文章是 他的家国情话 咱们今天讲述的呢 是在监狱当中留下的一段 他的往事 这是他的儿女情长 妙敏被捕的时候 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 对群统说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苏维埃 一定要记得共产党 革命一定会胜利 方志敏跟妙敏的感情 是非常深厚的 革命时期的爱情 也是很浪漫的 对吧 对 咱们说什么是 革命的浪漫 浪漫是要有 真正的根源 可能真正的浪漫 还是来源于信仰 这个共产党的坚定性 2012年 方志敏全集出版 书中首次收录了方志敏同志 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报告中列出了八篇文稿的目录 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可爱的中国 此外 方志敏还列出了一篇 写给我妻子妙敏同志的信 这应该是他写给爱妻的绝笔 但是这封信并没有送到妙敏的手中 甚至终其一生 妙敏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我们只能设想 方志敏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革命 但在他内心深处 一定会有一个柔软的角落 留给他的妻子 此身属国 此心属女 几乎就在方志敏写下给爱人的绝笔的同时 由于叛徒告密 妙敏也不幸被捕 他也被送到了南昌 关押在女子监狱 和囚禁在军法看守所的方志敏 只隔着几公里的距离 竟在咫尺 却远隔天涯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已经是他们余生中 最靠近彼此的时刻 敏 敏 敌人把你的监狱罩 送到了我面前 我才知道 你也被抓住了 我心急如焚 我拿着你的照片 紧紧地贴在胸口 那一刻 我竟然泣不成声 我的丈夫 是一个英雄 威逼和利诱 不会让她皱一下眉头 死亡的威胁 更不会让她眨一下眼睛 致命 不要哭 不要为我哭 不要为我在敌人面前哭 我与我的妻子 感情是不坏的 因为我们是长期共患难的同志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顾不了妻子儿女 只能抛下他们了 我唯一欣慰的 是我维护了我的信仰 这是敌人审讯时 问到与妻子感情时 方志明的回答 他不能让敌人 看见自己的软弱 他只能 做出这样冷淡的回答 可是不坏 这平平淡淡的两个字 又怎能诠释得了他对爱人的日夜牵挂 又怎能诠释得了夫妻之间的深厚情意 他们说给我一个选择 只要我写下一篇自白书 就能和你相见 否则 我们就要永别了 命 生与死的选择 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 可是因为你 这份选择 变得格外艰难 作为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 怎么可能不想再见你一面呢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 一名战士 我只能拒绝 你 你会怪我吗 我当然怪你 因为 这可能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可是 我又怎么能怪你呢 因为 我也做了和你同样的选择 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面对生与死 明与暗 过去与未来的选择 我 选择了未来 选择了光明 选择了牺牲 选择了 错过最爱的你 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你上战场我跟随 你入狱我跟随 你若不死我 也跟随 我 我要你活着 我要你替我去看一看 未来的中国 我知道 我也请你相信 它一定会到来 就在不远的将来 就在你 不会错过的将来 之兵 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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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八月 方志明在南昌被秘密杀害 从此 方志明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誓言 错过了他心爱的妻子妙弥 方志明和妙弥 两个人义无反顾地错过 留下的是遗憾 更是希望 在方志明倒下的地方 站起来的是一个可爱的中国 这对出生入死的革命夫妻 终其一生都没有留下一张真正的和影 对他们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种错过呢 我无时无刻地不再思念你 我想 就用这张吧 当时我没能陪着你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这张画像 妙弥一直待在身边 珍藏了一生 三十六岁的方志明和年近半百的妙弥 就以这样的方式跨越时空 定格了他们的爱情 弥补 弥补了他们一生的错过 只明 çiv twists and clash 这就是你的爱情 改变了 completed 这就是你许给我的明天 这就是你许给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讲述荣耀瞬间 重温光辉记忆 让我们共同致敬 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爱国 创造 清贫 奉献 你的一生传承了 共产党人的不变信仰 今日至中国 正如你所愿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宽歌将代替的悲哀 首歌说 坚定告白 哦 万水千山的历程 哦 哎呀嘞 哦 哎呀嘞 我们贴近彼此的胸怀 那天你来 堵着花开 爱成了一道高山脉 哪怕留进最后的滴血 哦 也绝不把手松开 哦 哎呀嘞 哎呀嘞 哎呀嘞究竟 哦 enfi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